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陈天阔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便当店 这天,天阔到听障游泳队送便当 因此结识了姐妹花,小鹏和泱泱 短短的接触,天阔就对活泼可爱的泱泱起了兴趣 出门时,天阔发现摔倒在地的泱泱 连忙帮他停好摩托车 然后马不停蹄地载着泱泱送他去医院 由于天阔着急送便当,要了泱泱的MSN账号 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双方都是通过雅米交流 这耽误的时间导致七份便当冷掉 妈妈刀子嘴豆腐心,让天阔将所有便当吃掉 单纯的天阔真的将所有便当都吃掉了 从此以后,天阔都会跑到游泳馆卖便当 还会为泱泱故意留下一份便当 泱泱囊中羞涩,天阔也看到了 连忙用手笔画,陪我去看一场电影就好了 泱泱听说看电影需要两个小时 他打开了自己的记事本,便匆忙辞别了天阔 因为他又要去打工了 回家后,天阔开始脑补 泱泱会怎样回他的信息 因为泱泱一直没有上线回信息 妈妈上楼后看到碎碎念的儿子 这傻孩子不该发春了吧 这时,泱泱终于回消息了 邀请天阔一起去看他姐姐游泳训练 在这里,泱泱用手语笔画 介绍自己家庭情况 他爸爸在非洲工作 而妈妈很早就过世 他曾经答应爸爸会照顾好姐姐 所以打了几份工作 专心让姐姐练习游泳 回家后,天阔专门熬制了 一人莲子排骨汤 并精心准备了爱心便当 泱泱看到满满排骨 不禁笔划地说道,现在为了卖出便当赠送的汤汁都做这么好 喝了一口后夸赞,真好喝 随手拿起了便当 看着满满都是料 杨阳说,这很贵吧 爱心便当怎么会要钱呢 杨阳非要算钱 还将便当画了下来 随后,天阔按着门铃也进来了 天阔问,你家没有隔间 看起来很宽敞 杨阳回道,聋哑人主要靠视觉 如果看不见,却会心不安 所以杨阳姐妹都生活在宽敞的空间内 杨阳最自豪的梦过于就是她的姐姐 既会读书,而且游泳又很棒 从小到大得了很多奖杯 这时,闹钟又响了 杨阳听到后,连忙拿着衣服 就到洗浴间换衣服 坐在外面的天阔 听着稀稀疏疏地唤一声 马上幻想杨阳换内裤的场景 血气放肛的小伙子 哪里受得了这个刺激 瞬间鼻血治疗 之后,杨阳来到广场假装雕塑人 天阔玩心似气 扔了一个硬币在钱袋里面 杨阳立刻翩翩起舞 趁着这个空隙 天阔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觉得自己每次和杨阳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虽然天阔态度很诚恳 但是杨阳并没有回答他 一心一意地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一旁的天阔终于等到了杨阳工作的结束 杨阳表示自己有钱了 要请天阔吃饭 这时,杨阳家的楼上起火了 小鹏因为是聋哑人听不到外面的呼喊声 还在继续睡觉 此时,杨阳和天阔开心地在小餐馆吃饭 可是在结账时 杨阳在座位上一枚一枚的数硬币 旁边的老板和客人都在一旁等着 天阔因为家里也是开这种小店 感同身受 便自己掏整钱付了饭钱 事后杨阳很不开心 她觉得天阔看不起他 她觉得自己中的每一块钱都很辛苦 认为刚才自己一块块地数钱受到了排挤 并决定换成纸币 再将饭钱还给天阔 两人不欢而散 这时,小鹏终于被救了出来 索性只是喉咙有点呛伤 杨阳非常自责 杨阳说 如果火势在大点 我就有可能永远失去了姐姐 小鹏非常感动 两姐妹紧紧抱在一起 事实上,小鹏的肋骨也有伤势 很有可能会影响小鹏游泳的成绩 而天阔也在反省自我 并加倍学习手语 她也尝试用一枚的硬币 在那家饭馆结账 还发信息告诉了杨阳 可是杨阳此时的心神 全部在姐姐的训练恢复状况 天阔非常失落 爸爸用自己失恋23次的教训 劝为天阔 可是,当天阔问爸爸 你们会答应我和一个听不见的女孩交往时 现在轮到爸妈郁闷了 为了安抚受情伤的天阔 妈妈让天阔送便当 还塞了3000块钱给她 等她从公司下来 大雨劈啪劈啪地下着 就像天阔此时的心情 捏着手里的钱 天阔买了一份礼物送到杨阳家 可是杨阳明明在家 却躲在门口不开门 天阔留下礼物便走了 里面是一个玻璃做的水鸟 这天,杨阳去接小鹏 发现小鹏的状态很不好 一个人躲在浴室默默地哭泣 之后还红着脸将杨阳赶走了 杨阳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独自回家的杨阳 发现了甲扮大树的天阔 很快杨阳就收到了天阔的短信 信上内容写着 地球上每天都有137个品种的动植物消失 以这种情况来看 水鸟有一天也可能会绝种 所以为了避免你绝种 赶紧把这棵书板回家养着 心情很不好的杨阳手语比划着 不是所有人都会爱护树木和水鸟 有一天我会消失 而你会绝种 坐在地上的杨阳默默在水鸟里塞硬币 这时小鹏喝得醉学训的回来了 原来小鹏的成绩退步了 很有可能影响他入选参级奥运会的资格 他很有可能失去四年一度 唯一展露头角的机会 让小鹏真正的难过的原因 是他不能为羊羊获得一枚金牌 因为羊羊经常饿着肚子拼命工作 就是为了帮助小鹏参加比赛获得冠军 他也不想成为羊羊的负担 可羊羊从未这么觉得 他觉得有能获得这么多冠军的姐姐 他很骄傲 而且小时候只要羊羊受到欺负 小鹏就会为他撑腰 这一些都深深地记在羊羊的心里 如果有下辈子 羊羊还希望小鹏做他的姐姐 晚上 天阔自言自语地回答 让羊羊感兴趣回复了信息 他以为天阔认错人了 原本羊羊想要劝说他和天阔根本不可能 天阔一句比你姐姐拿金牌容易多了吧 却让羊羊感受到了姐姐的心酸 他没有再回消息 默默地躺在姐姐身边 第二天 两姐妹一起去看水鸟 他们一起谈论童年的去世 姐姐还说 羊羊笑水鸟 羊羊不禁想起天阔经常说他是水鸟 可是羊羊根本不想打算和天阔交往 虽然羊羊也会时常想起天阔 但是他已经无力照顾两个聋哑人 小鹏开始劝阻他 如果你相信以后我会独立 你就不会拒绝另一个聋哑人 爸爸曾经经常劝告我们 不要轻易放弃 就像我不放弃游泳 也许听了姐姐的话 羊羊笑了 但是眼泪却不禁流了下来 很快天阔就收到羊羊的信 里面有爱心便当话 还有总共价值654台币 看到这一切天阔跑了出去 但是很快就回头了 他还是担心父母不会接受龙羊人 可是爸妈并不介意 还打算报名手语班 天阔兴奋地亲了一下爸妈的脸颊 骑着小摩托就出发了 关键时候摩托车骑不动 但是也抵挡不住天阔此时的热情 他一口气跑到了游泳馆 此时羊羊正在水下憋气 等羊羊从水面出来后 天阔在羊羊背后 开始最真诚的表白 羊羊 我想请你到我家吃饭 为什么呢 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爸爸妈妈认识 为什么呢 我喜欢你 想当你男朋友 但是我听不到 他们不会接受我的 他们会看见的 而且你说过 看不见就会不安 我向你们保证 我会让你们看见我对你的爱 可是当羊羊回头的这一刻 天阔怂了 直接钻进泳池游了五十米 冷静下来后 天阔是邀请羊羊去吃饭 但是剧本已经完全变了 只不过是带羊羊回家吃饭 介绍给父母到他家便当店打工 原本羊羊被感动得快流泪了 也被天阔这花里胡哨的操作逗乐了 回去的路上 羊羊犹豫再三 双手紧紧抱着天阔的腰 想脑袋轻轻地靠着他的背 这一刻 两人心中的笑意溢满脸上 到家后 爸妈也换上了正式着装 还专门准备了小册子 当问道 你愿意嫁给天阔吗 天阔愣住了 女朋友都不是 还要别人嫁给他 我愿意 这时羊羊回答 我愿意 三人愣住了 羊羊竟然会说话 原来 天阔和羊羊都互相以为对方是聋哑人 羊羊第一次听天阔说话 也就是昨天在游泳馆的那一番表白 对面爸爸问道 他俩怎么谈恋爱时 两人面露微笑 羊羊回答道 我们不是用谈的 是用笔 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为一场误会 两人发生了一段奇妙 美好的爱情故事 爱情跟梦想都很奇妙 不用听 不用讲 也不用被翻译 就能感受它